歡迎收看這個小時的台灣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寧關將近 許多人都會去廟裡安太歲 我最近台灣 還有一種鮮為人知的法術悄悄流傳 這要從兩年多前 演藝圈一名資深大哥大 因病去世開始說起 外傳生前他為了治病 竟然去偷挖人家的風水 病是治好了 但是最後也付出生命的慘痛代價 而其實這種民間倒數 以香港人罪深信辭道 藝人謝霆峰 富商小甜甜 都曾經被人發現做活人墓 我們發現連台灣藝人 還有一位建設公司勞動 都深信辭道 帶您揭開這個 道家法術的神秘面紗 霆峰 開完庭 新屏怎麼樣 還好 還好 謝謝 當時謝霆峰一出車禍 他當下就call他的經紀公司 英皇公司 就找了另外一個謝霆峰的助理 來頂這個車禍 因為駕車造勢 卻離開現場 事件由另一人頂替 引發賄賂遠景 及妨礙司法的官司 在遭到香港廉政公署拘捕約談之後 13號下午已經獲准保釋 大家會覺得說其實這個車禍也沒有撞到人 是自撞 為什麼要頂替 原來很多年以後大家才知道說 當時謝霆峰他的副駕做的是張柏芝 每一個人拍拖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那個時候張柏芝等於是謝霆峰跟王妃之間的小三 那有這樣一個八卦 也因為不能讓大家知道說副駕做了誰 所以他們就頂替了 他們找了助理來頂這件事情 涉及到一個公務員偽造文書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交通警察來處理的時候 就把這個事情就這樣處理掉了 謝霆峰有可能要面臨是一年的有期徒刑 理著拼頭穿上球衣 當時的謝霆峰憔悴若迫 更吊詭的是 就在車禍頂罪案後 有大陸民眾恰巧在廣西的新島湖山區 發現了一塊石碑 上頭刻的就是謝霆峰三個大字 但他人明明還健在 怎麼會出現像是墓碑的頂牌 大家突然看到一個甕 那個甕打開來 上面有謝霆峰的一些深層八字 據傳甕裡面還有衣物 頭髮跟指甲 難道是有心人對謝霆峰做法嗎 那個時候謝霆峰的媽媽 迪波拉非常擔心 這就涉及到 因為這是一個官司跟官妃 那謝霆峰顯然是過不了這一關 要噴... 我們都知道迪波拉 其實是相信風水 相信一些所謂做法 所以當時迪波拉非常著急的 就請了一個高人說 能不能幫謝霆峰化解這個官司 那高人說用最快的方式 恐怕就要種生機 種生機種下生命的根基 相傳是一種道家的風水法術 此人要丈母 而活人則是選個好穴位 將放進衣物指甲的翁 埋進龍穴中 活人的穴叫生孕 可以讓它成為一個基地 得到生機的人 他的氣勢非凡 原先外界都認為他一定要去坐牢的 沒想到法院判下來是 讓他去服了社會議 相對於涉案的交警 被判處六個月的刑期 這件案子主角謝霆峰卻不用坐牢 法律界 教育界和警務人員 都覺得判得太輕 這件事情似乎後來也就過了 不但過了 謝霆峰個人的聲望也好 演藝成績好像也沒有因為頂包案 受到影響 另一個傳出眾生機的香港名人 還有他 好 謝謝 一故的香港女首富小田田 龔如新 他在世時 富商勝福 也就是華茂集團 創辦人王德輝 先後兩次遭到綁架 第二次被綁後遭到支票 因為華茂集團是 王德輝跟龔如新 他們兩個人共同設立的公司 所以當龔如新一個人 在主管這個公司的時候 他的先生的家人很有意見 所以當時是他的公公 對他提出高速 認為他侵占了財產 尤其有將近1000億以上的財產 公公告媳婦的徵產官司 承受了八年之久 前五年龔如新兩度吞下敗訴 於是傳出找上了他 有一個風水師叫余志玲 當時他就請這個風水師 在廣西那個地方 因為種生機要找一個龍穴 所以他在廣西幫他種了生機之後 在2005年三省時出現大逆轉 龔如新手上四份先生的遺囑 香港法院經過筆記鑑定後認定 龔如新成交的最後一份遺囑是真的 這最後一省竟然逆轉 也就是龔如新的公公百訴 龔如新是勝訴的 為了這件事情 龔如新還給了這個風水師 1000萬人民幣 近5000萬台幣的酬勞 也讓外界一輪紛紛 其實香港名人民眾生機 早已見怪不怪 但在台灣呢 民宿專家帶入前往今生 帶我們一探 從未曝光過的風水島地 有龍脈地理的地方 它的植物都是長得非常特殊 比如它的植物都是 像龍腳一樣的 所以這一塊就是 保定你們找了多久 我們找了三年多 這個尋覓三年的龍脈祕境 山市陡峭 崎嶇南興 一個不小心就會 小心… 小心… 看來想攻頂到龍位 還得步鼓為音 經過一番跋山涉水 我們終於抵達 左 青龍 右 白虎 前珠雀 後雪舞 完整的歌曲 恰巧在拍攝當時 有對夫妻正在重生機 在讀書記載 我們就必須把這個 她的身上的寶物 頭髮 身上的指甲 還有血液 還有她穿過的衣服 為什麼要穿過的衣服呢 就是說這個龍脈地氣 無形界的 名界的這個龍 她會去循著它的味道 去找到它的原神 將身上屬於自己的東西 放進翁裡 接著就埋進挖好的穴位中 箭頭就是它的中軸線 中軸線要對著這個 我們這個龍脈 這個中軸線的這個龍珠 就是雞龍魚 來 乖乖 好 OK 這邊的都要 中軸泥都要對著雞龍魚 對 雞龍魚 對 擺好以後 正式先用石頭 放在土堆上標記 隔日再把石碑 也埋進土裡 而其實我們腳底下踩著的 全是別人中的神機 這都是有塵 這個有 已經走中了 好像那個圖 那個圖圖好像很重的 上面通常都是出現什麼字 會留什麼字 沒有 我們都信了 信了 那其他都是我們有本地 每一位客人的隱私 師父都得好好保密 但經過我們再三要求下 怕中午透露有味當的 也是其中一員 我很迷信 但是我也很貼詞 要有人的幫忙 你點的生機 因為你點的生機 以後給你的福報增加 所以你有塗上去 自己有去看那個地理 有啊 有啊 他下面那塊土地 上面的土地 其實老師可能不知道 我自己司機也載我去一趟 我稍微走得一下子 我覺得地理的人結 梁董的就在這個中間 你看 在這個中間 因為他最近想在柬埔寨 東山再起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幫他造一個學位 為什麼梁博勳想東山再起 因為過去的他 曾經是位意氣風發的紅頂商人 但也曾經狠狠摔了一大礁 那我好好去通關 我到底幹什麼 我過來做一個人 你快做一個人 2006年他潛逃出境後 回抬頭案 立刻遭到逮捕 因為檢調所上 又超過10起案件等著他 1995年他涉及華僑銀行 53億元逃空案 以及協助重新銀行總經理 王宣仁偷渡 2003年 梁博勳逃到大陸 那時候我已經有外國疾問 不需要回來 加上在大陸又發展其他事業 梁博勳原本決定逃避 台灣的司法責任 直到接到了一通神秘電話 回來就是因為宋楚瑜 一直打電話 你一直打電話 我沒有同意回來 然後陳水扁派了陳唐山 找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陳唐山甚至跟我講 叫我不要回來 但在事發當時 陳唐山就曾嚴正否認 我們台灣的手機 要這個鬼打到 很小的就這樣 要提出控告嗎 我可以想 因為他昨天要跟我道歉 到底有沒有傳話 要梁博勳不要回國 一直是個謎 但當時他也考量到母親生病 因此最後選擇回到台灣 因為我欠華大作為親他人情 如果我想得通應該不要回來 但是如果 因為一個道義責任 你出去了 你如果認為你是錯的 還是要回來面對事實 對 不只回台頭案 還抖出更緊包的 當時陳哲南 真的有利用職務去磨財 報出請總統府秘書長陳哲南 是司法皇妞丟出震撼彈 梁博勳指控14年前 陳哲南向他表示 可以幫忙擺平官司 因此他支付600萬支票給對方 但他最後依舊被判刑明言 司法皇妞的案子 我希望高院一定要去審判 而且我進來總共快被關了三分之二 為什麼 就是我因為去檢舉的程序 才得到司法皇妞丟案 梁博勳最後遭判刑合併執行 三年八個月 2013年6月假釋出獄 陳遣多年的他 決定重回老本行 我一直很支持來向政策 因為這段捷捕太監 這個市場調查大概超過半年 去年行事旅行 他帶著幾十家的國營企業過去 大陸已經幫前不再完整火力化電 現在在完整水力化電 完整快速道路 看好柬埔寨的前山信 他買土地蓋返店 但在投資前其實他很迷惘 不知道銷售策略跟定位 而且想約老闆們當股東 卻怎麼約都約不出來 只好求助宗教力量 你中文這個生機也好 你清清燈也好 你本身也有信息 就像前天我請他來找吳東靜 我跟吳東靜也二三十年沒片面 我現在做得比他差 我也不認為他一定會理我 我沒想到東靜的懷疑那麼好 是不是巧合 純屬個人信仰 台灣一名演藝圈大哥大 也深信指導 這個天王一度曾經衝上元宵 但是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出了一些大的狀況 所以他就趴在地上了 於是就有命令老師勸他 立刻重生機來補孕 說實在其實這個天王 我們也不太相信 但是就死馬當活馬 命馬 沒想到重了生機之後 這個天王呢 那個前後將近五年的時間 都走大路 每一年的那個年收入都超過 兩三千萬 兩三千萬 這一切將會獨破 因為你和我 五年過去之後 他又開始要我們家掉了 他回去再找那個老師說 能不能再重一次生機 老師跟他講說 人一輩子只能重一次生機 想再重一次還被拒絕 嚴宇還有另一位資深天王 也曾相信這股力量 他因為有一段時間身體有病痛 然後離奇的這個病痛 沒有辦法治 怎麼看很多醫生都沒有辦法 又有三位老師跟他講說 我現在知道一個龍穴 我們去偷人家龍穴的風水 這一位大哥就跟我講說 月黑風高的晚上 他竟然真的跟這個命令老師 帶了一把圓橇 去偷人家的那個風水 他說真的好累喔 因為沒有燈 然後他就老師有幫他 先做好生機 真的把他埋在那邊 他的病還真的好了 但是我必須講 這個大哥付出了 非常慘痛的代價 因為這位慈神大哥 不久後就離世了 誰能再周亦能復周 終生機能轉運 真的見仁見之 在臨床上面 我們確實看到有一些人 可能會俗稱的 叫走火入舞的狀態 他甚至嚴動的話 也可能出現那種幻覺 甚至妄想 真的不適合過於迷信 因為過於迷信 你很容易掉到 很人云亦云的狀態 醫生建議 別讓自己經常掉路 改運轉運的迷思力 否則才會破采又少一生 成員